进士基督徒的团体聚会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 领南文化研究教授 就是罗永生教授 其实我经常想到这个名字 好像是很基督教的 因为永生我见到 我经常没有机会问一下 到底是罗教授 你的名字是这样改出来的 你自己家人改吧 但是名字很基督教 是永生 因为从小到大都被人说 但是我见到这本书 你有份的主编 刚才都问你了 跟龚立人文教授 所以应该你对于所有的文章 或者整个认识应该多些的 因为你负责那个主编 虽然你有份写这篇 全球性的保守主义运动 在香港的中介右派 这个都挺大的加倍 其实整本书 你应该都有份去 编排和策劃都有份的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你的名字 和你的参与性 比其他多些 所以请罗教授 先讲一下 关于内容也好 或者调遇这个内容 或者其他一些引发 特别因为最近这个特首要再选 即是新 有一个 即是来的一个新的再选 都有一些 好像容领旗 或者很多其他人 在书里面 你也有写到一些人物 又会出现 我觉得都挺合时机 所以请罗教授 可以在这里引发我们再思考 好 我的名字是罗云生 这个我家里改的 但我本身不是基督徒 不过排除 好像很多香港人一样 其实家里也很受基督教授 譬如有些姐妹 家人 都有基督教授 所以这件事 其实好像我们生活有一部分 所以我会对这些问题 有些切身的体验 另外我是搞文化研究 其实这篇文章的 基本的进路和我的研究 有些关系 属于宗教社会学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 提出的观点 其实多了少少都是尝试 他们试图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 去看这个现象 就不是说有羽毛 信仰之家 即是那个出发的 所以我会在这个文章里面 就透过我自己的观察 其实就想把这个题目 就是摆在香港保守主义 文化的发展那里去看 这个宗教友派的文化 好似王文章说 这个题目挺大的 现在我回头看 都会觉得好像 里面摊出来很多 都其实 在这篇那么短的文章里面 就未能够充分 就是发挥得了 而且也比较仓权 例如很多主席 其实都没有做 不得好 其实就有点而 似一个草稿的成分 比较多 将来有机会 就拆开他写更多的文文 或者写一篇更长的 但是里面 就是觉得自己 都是在这个问题上 过去那几年的观察 就比较集中 将自己的观点摆下来 其实有一个困难 就是 一就是讨论宗教派 这些问题的时候 一就是名字 就已经很有冲击性 引起譬如信徒 是一种比较强烈的反应 还有大家在文化的背景上 譬如有些 就是对美国这些现象 又缺乏了解 或者如果没有信仰的人 就会对基督教里面 所谓派别的划分 也不太清楚 另外就是 原来这种 所谓宗教右派现象 它在西方里面发生 特别在美国 但是和本地的状况是怎样呢 我发觉 其实我做这些 研究观察和思考过程里面 发觉有几个层面 要做一些转易的功夫 其实这篇文章里面 差不多都是 都是针对着一些 这些了解上的困难 做一些所理 文章基本上 分几四个段落 其实就不太完整 但是就是四个部分 开始的时候 我就将 这个宗教右派现象的根源 做一个简单的回索 其实和书里面前面 第一部分 沈与辉追索 新保守主义 在美国的影响 其实有呼应 甚至有些重複 不过我就想指出其中一个 特别指出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去看这件事的时候 要将新保守主义 不是只看成一套 很容易就说它是用一个 哲学角度 如何是属于左 右 好像是一个很固定的意识 反而我想指出它里面 其实是一个可变性 因为它是有左的成分 又有右的成分 它其实是来用了一些 社会运动的方法 推动的所谓新保守主义 社会运动 所以新保守主义 其实是一种社会运动 不过我们香港很多时候 就不太承认这种是社会运动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我们要正视新保守主义 更加应该看它如何是一种社会运动 不过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 所谓左翼的社会运动 而是一个保守游戏的 这样的运动 这部分就是说了 宗教教派在美国出现的原因 它是将自由主义 变成一个很主要的敌人 而且也改变了在基督教的信仰源流 所谓的基要主义 福音派和普世派 以前好像比较有效的分类 其实出现了这个现象之后 它是各部分都有一些在里面 所以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因此而令很多人的认识 有些分类的错误 有时我们以前批评香港既有教会 就批评它不教会关心社会 就从普世派的角度去批评福音派 但现在你会发觉 这些所谓的东教派 它是和福音派有一个渊源 但与此同时 所谓的社关的面向 其实它还讲得大声 很多以前称之为普世派的教会 中间的变化 如果没有历史背景的追索 可能我们就很难去理解这些 甚至看回一些70年代 教会圈内部的讨论 那些争论的时候 所以用的语言 都可能未必能够掌握到 现在变化了现实 现在变化了现实 我在文章里面 特别指出 二千年后 香港的变化 有很多新的现象出现 当然里面有一些因素 我特别在文章里面 可以说 追索变化的 一些很实质的 很具体的原因 例如有些新的基督教组织出现 那些组织 就是推动一些很积极的社会议程 例如联光社 聖文化学会 这类 但其实是完全不止的 虽然这类组织 因为关注性议题 在几个议题上 都是引起很大的争论 中大学三部 城市版事件 同性戀问题 这些都令人觉得 中教派就是他们 他们就很不同 推出一些文化上很保守主义的东西 以为这些就是所有的了 所谓基督教里面的保守主义就是这些 但我这篇文章里面所展示出来的观察 就是说 尝试去说明 其实不单止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永远是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很难完全是撇清关系的 特别是指出了 其实如果我们要全面去分析现在的变化 还有很多当时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受人关注的那些现象 他刚才所说的一些对政治的介入 就是用宗教的语言 或者来做一个政治的动员 这些其实是很典型的 美国的宗教右派那种做法来的 就是将政治摆进一种很重的一种教材 在里面 就是透过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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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什么的政治选择 那这些都是很美国式的 那这一套 这套的做法其实 有迹可循 那我在这些文章 就是 就是除了讲美国之外 我还讲 香港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变化 就是 就是 其中有一些 就是 现在我想都很多人 就是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都 都 开始留意这个宗教派的现象 其实都 就是 都会记得 或者是了解的那些 那些事件 就是 因福堂 怎样 引入民建联的人 去那里 就是 就是 讲 讲话 就是 就是 就 那里 就是 就是 Peter Wagner 他在我所講的全球性的保守主義運動 其實在學術界中 宗教社會學 有Global Pentecostalism的說法 其實在國際層面上很多人留意一個 例如去解釋世界上最近幾十年裏 最大的轉變就是 基督徒人數不斷上升 爆炸性的信徒增長 那個動力就要從哪裡來 很多人就很關心這個現象 已經做了很多研究 往往就會將動力 看成一種新的靈音運動的出現 Wedner 是一個提供這方面的分析和提供一些理論 就是去解釋現象的其中一個人物 亦是他推動很多與此相關的運動 我就點出了其中一些思想裏面 是很影響到今天我們能夠觀察到的 宗教右派現象 其實文章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最後也要指出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香港裏面 不能夠觀察到的 所謂證相交互相之間的匯流 那個現象 其實是由這種Wedner 所代表的 他所推動的信仰運動的方式是有關的 因為我特別指出他其中有一個部分 就是提出這個所謂新士徒聖教會的說法 其實這個說法是挺重要的 剛剛這個8月底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們在香港是搞了一個會 就是講這個所謂新士徒聖教會 其實這本文章裡面 就已經是把那些重點 勾劃出來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重要呢 就是其實他提出來的 是一個很宏大的一個購賞 即是說他的購賞 就是現在那些以前 由宗派去劃分的 基督教其實已經不適應新的需要 他就呼籲一種我們去所謂迎接這個 新士徒聯黨 其實那個重要性在哪裡呢 即是說他舊有的堂會 那些這樣的架構劃分 以他們的思路來說 就完全負擔不了這個 推動基督教擴展的這樣的使命 所以他提出很多這些跨行會的運動 或者這些宗教組織來取代 其實我亦都有一些同學 即是有些學生 現在是做一些小小的研究 就是檢查這個現象 的確發覺很多時候 即是一方面我們見到 香港很多的教會的舊會 就是自己說自己沒有什麼動力 即是會面對很多的困難 但是 只是上路了 只有他們會發覺 有某些年輕人 他們就很熱衷於去參與 很厲害 那個推動力在哪裡呢 他們用什麼來打 發覺都是來自這些新型的 不是原來宗派的那些組織裡面 所以其實是一個 是一種社會運動 他們最小的 由講性 講交友 講戀愛 這些 到最後 就有某一種政治議程 我覺得 如果我們 會覺得現在 香港出現中交友派這件事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可能還是萌芽 大家是引起關注的 不過到了今天 可能就算你多不關心 都沒有辦法避開現實 哇 真的出現了 是在一些 所謂大一點的宏觀 政治問題上面 就是這一種力量的聲音 是越來越大的 那我要講 其實簡單來說 這些文章 如果是有什麼 有什麼項目的話 其實只是想說 除了某一些教目的人 他是價值上高 或者他的意見上高 是傾向於所謂優益的保守之外 其實背後 還有一套的公司在運作中 或者我簡單的報告 重讀我自己這麼粗疏的東西 就說到這裡